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芝士白汁鮮蝦衣麵 希望大家喜歡,請看影片請幫幫忙,訂閱、分享、留言和按LIKE 好,立即去片段 首先介紹一下衣麵材料 有14隻急凍蝦,溶了雪,去掉頭,剪掉腳,去掉腸 這些就不上片了,大家應該都會做 配料有洋蔥切柚絲,有兩片芝士 一罐地點雞湯,還有兩種煙麵 就是這樣,首先先來煮上衣麵 好,水滾了之後,就放兩個衣麵 這個衣麵的步驟比較簡單 水滾下去,你把衣麵煮至軟 目的就是煮軟,而且要清潔油 因為它是用油炸的 雖然買的不是油炸,但還是要清潔油 還有,煮軟之後,待會還要煮,所以不需要太軟 分幾分鐘就已經可以煮軟了 看到,現在已經開始煮軟了 我把麵倒出來,然後馬上煮 煮完後,放兩湯匙的油 現在用一個中大火,把蝦內煎 將其中一漫才煮軟 正在煮軟,將其中一間煮軟 煮一分鐘,再煮軟 三复,然後再逃動 現在將其中一步煮軟 將其中一步煮軟 它變得煮軟 再煮軟 一分煮軟 煎完後,煎到中火,放入洋蔥 煎蝦一定要用大火煎,否則蝦肉會變滑 每次煎一分鐘,煎到九成熟 煎到熟的時間,煎到煎熟,煎到煎熟 煎至少煎熟,用盤頭的蝦肉混合 現在煎熟,煎熟後,把碗頭充填好 把整罐倒下去就可以了 然後加一點水 很少就可以了 然後加上兩片芝士 如果不喜歡吃芝士的朋友就不用加芝士了 變成一個白色的麵 現在就是煮芝士 好 芝士已經煮好了 現在就試味 因為每一款罐頭湯都有鹹度 這個不錯 我現在開始把蝦和洋蔥放進去 用中火 把蝦放進去煮大約30秒左右 30秒之後 把剛才的煮好的衣麵放進去 全部拌勻 讓衣麵吸收一些醬汁 讓它煮到適合你的口感 因為剛才煮軟了之後 它還會帶有韌性 用來做這些湯汁 就可以煮到它軟 然後再煮到之後 再煮一條絲絲 再煮一個小時 煮到一分鐘就可以了 煮到一個小時 因為它會很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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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我把它夾出来,再和大家继续 这个芝士白汁鲜蝦衣麵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欢,喜欢的朋友就留意我下集的影片 多谢大家,拜拜